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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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定超 今天是小碟 正常我在TG講過了 技術分析就是這樣 沒有為什麼 我等一下要跟各位 談一些ETF的觀念 因為這些股票是被動型的 他們的成分股在買進跟賣出 其實跟基本面沒有正相關 這個你要先了解 先了解以後你就知道 要怎麼去操作這些股票 你說這盤 你注意看 今天拜五 我們不是本家 雙十節不是放了四天嗎 這頂禮拜五 還在整理對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再算過去大概還有兩個禮拜時間 再整理 上去就下來了對不對 那這一天側動揮金北上 所以正在進行式 那你注意看 我要跟各位講 如果你指數看得懂 你股票就看得懂 你每一檔股票都可以看得懂 股票的走勢是不會一樣的 它不一定會跟指數一樣 對不對 就像今天跌 那也有股票漲停板 對不對 那像昨天漲 也有股票下跌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因為股票太多了 一千七百多檔 一千七百多檔 一千七百多檔很多 老實講 你要每一檔都要 都要認識它不容易 對不對 這個題外話 我現在跟你講就是說 你注意看 這個鏡頭在這裡 今天的擴底值在這一根 那這裡 這17463 這邊是一千七百多 那這裡的高度有沒有大於這邊高度 有很明顯 這邊沒有一千七 那所以這條線不會轉彎 它是往下的 季線 季線往下代表中線空方式 空頭市場 中線的空頭市場 那你再注意看 這個叫月均線 二十天平均線 月均線就是上下上下 因為它在盤整 上去下平衡下來 再上來 這個是現在目前是短線多方式 短多 月線上 過底值這一根 那現在禮拜一這一根 禮拜二這一根禮拜三 你這三天的時間你怎麼克服它 你除非是禮拜一直接跳漲過的這個高點 才有辦法壓至月線 才可以把它踩在底下 那否則的話如果你平盤或是整理 這條線要往下彎 所以你上來以後 你過不去的嘛 你怎麼過去 你要過去 你要有多少成加量才有辦法 你這有辦法克服嗎 我說上去季線壓下來 壓下來是很正常的 到季線停住 到季線停住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你在昨天就應該知道今天不會漲了 就知道有一些股票要減碼掉了 有沒有問題 如果你是做指數的更簡單 你這邊已經到了幾 你看這邊從一萬六千二 才五天時間就到一萬六千八 就六百點 幾天時間撈了六百點你還不走啊 還是你以為漲六千點 四五天起六百點又不夠 怎麼可能會一直漲呢 這第一個 你從日線來看 它上去會下來 上去會下來 上去 我已經跟你講過 我現在沒有說它會破底或是會跌 我只是說下禮拜以後 當然還是十月份 要突破這個點太容易了 但是突破這個點 我認為很困難 十月份非常困難 就是這個月很困難 雖然這個月還有幾個禮拜 我們來看一下周K線 你先弄得懂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這個叫周K線 這每一個禮拜一根嘛 那這禮拜是縮紅 那你說量縮 只有工作才三天 才五天而已 才三天啊 那當然是不公平啊 如果五天的話 它就會量價齊陽 它這個量一定會超過上個禮拜 那你現在這個量也沒有量 當然量不夠 還是一樣用這樣來解讀嘛 因為你看到的是一個事實嘛 價也沒有過啊 那這一條線是往下 這就是季線 十三週平均線 季線扣底值這一根耶 這麼大隻耶 遠遠遠大於這裡耶 下禮拜這一根 我們來看它的位置 17030 我們用收盤價來看 17030 那現在才16800而已嘛 就是十月份的下禮拜 這禮拜 下禮拜 下下禮拜 所以也就是十月份它沒辦法扭轉啊 除非是暴沖嘛 暴漲到一萬七千二 一萬七千三嘛 直接拼五百點上來了 台積電站就可以了 台積電站就可以了 就五百點就來了 台積電站得那麼簡單喔 以前是很簡單啊 一兩百塊那一整是很簡單 這輪台積電這麼貴 而且股本這麼大 你知道台積電漲停板要多少點嗎 台積電現在553 漲停板就55塊 你55塊你把他1塊錢 560塊1塊錢你給他乘8點 要4500點 台積電漲停板貢獻指數4500點 你就知道台積電多偉大就好了 你也是去啦 因為台積電他沒有上來 怎麼會進北上 從這天開始會進北上 我已經說過了 在這之前我也叫你買了 你也不要再說這個 這賺不太問啦 不要說這個啦 一般人也不需要做這支 不幸福 那不會站連辦 你注意看 上去下來上去 他不一定要下來 不一定要像這個下來 他可以橫盤 他下禮拜可以橫盤 也可以往上衝 那你要往上衝一定要他答應啊 因為他往上衝美國人才會買股票 那美國人買股票是不是很重要 當然重要 因為外資60%是美國人 贏的錢 20%是歐洲人 10%是日本人 90%就是這三個 所謂外資QFIT就只是這三個 那當然有些假的啦 一些小主力股用外資的戶頭 那不算啦 那不算啦 那頭髮的外資就不算 我們自己人嘛 去用外資的戶頭 或是借他們的戶頭 或是在他們券上下單 那就不算了 我說的是真正的QFIT 我講的是QFIT 你衝不過去啊 你昨天為什麼會衝出去以後拉回 那這不僅八桃 季券不是壓在這裡 還不是跟台灣一樣 有沒有 當然是因為盤中是受到 那個30連工債這個標售的時候 對不對 直率拼到了4.837嘛 對不對 一下升高了50個基點 當然是受到債券影響 美國的市場昨天 但是事實上在技術分析裡面 他也告訴你說 說這邊會壓制 這邊也壓制 季線 是不是季線 是不是季線 一樣這條線啊 是不是季線 乖乖停起來 落3000點 擺200點 急跌3000點 拼了2000點 只有一個禮拜時間 這個比較慢 這個比較慢 乖乖我們也比韓國更厚 我們要到季線 這個也季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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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比較慢 它也沒有季線 這個可以季線啊 所以我現在下一個結論就是說 如果從周K線來看的話 什麼時候才會大漲 這樣你會不會 看我的節目就要幫你教技術分析 我每天在說 騎電板要做什麼 我就不是新聞記者 每天幫你補騎電板說什麼 騎電板這麼簡單 我經常跟我的婚人說 我只要每一天 看到快漲停 我就call說買進 然後就漲停 你買不到 買得到買不到 你們到底事情 反正快漲停 我就叫call進 每天都叫你買五檔到十檔 那我節目就可以掛鈴鐺 就說漲停板 吃輕鬆 然後呢 如果明天跌停板 你們到底事情 我就不要說了 我講心的 比又一天要漲停板 我就說漲停板就好了 這中間不是很簡單的嗎 問題是我們會員很快的時間裡面 一個月就可以買到一百檔了 持股一百檔像話嗎 會員有那麼多錢買一百檔 一百檔股票 如果要跟著我買一百檔股票 你不如買ETF就好了 現在不是台灣的 現在高股息的ETF已經 整個規模已經七千億了 很恐怖 那下禮拜又有三檔要募集 新的啊 那現在台灣的ETF 台灣的這種高股息 就有七千億的規模 那台灣的總像包含0050 0056這種股票加進去 0056是高股息 0050是一般的成分股 這樣加起來就1.2兆1.3兆 台灣現在目前的ETF 有1.2兆 所以大家看我的節目 你可能沒在升ETF 因為你自己在升你就不會去升ETF 但是我跟你說 為什麼這種股票會這麼紅 規模一直拼上來 都快 可能過一陣子就拼到1000億了 那剛開始發行的時候才50億 100億而已 也才今年六月份的事情而已 因為他越配息啊 所以很多人很喜歡 每個人都贏薪 你自己的錢嘛 那平準金嘛 如果我們把你加過了 那不予置評 那是有人喜歡就好 我們不予置評 我的意思就是說 下個月 下禮拜開始 又有三檔要募集嘛 那其中 月配息的就有兩檔啊 所以 要去唱這支的錢嘛 因為大家都來升過這檔嘛 對不對 那以後就會有多的兩檔 下禮拜新聞就會一直講 你就會知道啦 就00934 00935跟00936 像這種被動型的基金 他在買股票 那成分股就是固定那些 早就要已經固定 這應該要公告 所以他不會跟你講什麼 營收好壞 業期 都不會 因為那根本沒有關係 就選出來了啊 就已經選出來了 管理營收好不好 壞不壞 就是規定要買的啊 規定的 因為他已經跳出來了嘛 30檔40檔50檔不跳出來了 像0050他挑了50檔啊 這個啊 就0050挑了50檔啊 這都早就挑好了啊 那一段時間會換一次啊 像這個00929他一年才換一次啊 我跟你講我現在跟你講的就是 大盤指數的方向 大盤什麼時候 已經測動肺金北上 但是會不會直接一直攻堅 一直往上突破 或是每個禮拜整 不可能的事情 保證不可能 那我們怎麼做呢 老師 當然是價差操作啊 不然我寫操作主流股高賣低買 是什麼意思 高賣低買就是價差操作啊 那你怎麼操作 當然很多的主力股當然就是 不一定是這樣做嘛 因為這主力股都是主力鎖碼嘛 人家要去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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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 你怎麼沒辦法了 你也沒有製造他啊 這主力股啊 那要免什麼基本面 怎麼有什麼基本面 基本面越壞越厲害了 基本面也要去都要去的基本面不好啊 這人家有什麼基本面很厲害啊 這我不是跟他批評 我不是叫你放空 我意思是說 人家的主力股人就厲害啊 你說他賺很多錢 你把高賣家賺很多錢 這都業外的啊 你說這百萬 做八百萬的行李啊 這也在一千九百萬 五千三百萬 這也多少啊 對不對 有時候要爆衝啊 對不對 這就 我們不該說的 我意思是說 我不是說這不好 我意思是說 我像做這種都是要用技術面操作的啊 都技術面在做的 跟你說什麼基本面 題材比較重要嘛 題材 你如果說題材也比較重要 題材啦 我想說標股會漲 主力要作價啊 籌碼要乾淨啊 要安定啊 題材要豐富啊 要發酵 揮金北上七八九 特級鷹派 我們做高價股 這一組是高價股的價差操作 好 六個月啊 八九 這個 八九 叉叉叉叉 有八九 這個自己看得懂啦 有AI相關持股的啊 如果你手上有AI相關持股 加一個月變成七八九 七個月 就七八九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節目前 萬通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以客位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 成就精彩人生 團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誇大技巧 華仲取寵 第三 所有股票代盡一定代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 諮詢專線 零二 七七二五 九六六八 萬通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以客位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 成就精彩人生 團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誇大技巧 華仲取寵 第三 所有股票代盡一定代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 諮詢專線 零二 七七二五 九六六八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歡迎回到前面 我想我操作股票是天天在複習的 所以也不一定要天天講 你知道就好 我先跟你講大盤 然後另外我跟你介紹 ETF 這ETF 當然你這個新的 下禮拜就開始要申購 那你要不要買 不與之評 因為它申購就是 它訂多少價錢你就跟它買 大概是訂15塊吧 那裡面有很多成分股 他們都挑好了 比如說00934月配息的 00936月配息的 每個月配的 跟那009291一樣 00935 那成分股都已經公告了 我都知道 我們都知道了 那我剛剛已經講過 就是說ETF 它規定出來的股票 它就是規定要去買 所以它變成無理頭了 它只要它的規模增加 你跟它申購 或是機構跟它申購以後 在初級市場申購 不是在市場裡面買賣 在初級市場 你跟投信基金去申購 它就必須要把那個錢拿出來 提拨一些評準金以外 要配息以外 其他就是要買股票 所以造成了很多的股票 成分股 它幾乎天天買超 對不對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為什麼要天天買超 因為實際有人申購 所以你會發現投信 奇怪 不管漲跌投信怎麼都一直在買 怎麼那麼有錢 不是他那麼有錢 那外資有買有賣 自營商也是有買有賣 外資啊 有買有賣 自營商也是有買有賣 自營商有買有賣 每天都買錢 奇怪 不管企業都有錢 怎麼這麼多錢 那就是ETF 就是ETF ETF的買超 八動型的買超 它不是主動的 這支股票 一支股票可以拚到 八九百元來的規模 是一直增加 當然不是只有這檔 我是說還有其他的 我是說這檔是最明顯 他的成分股 比如說他的成分股 有四十檔 然後他就會接受 他們要分配嘛 因為他有規定每檔股票 有多少比例 多少比例 都定好了喔 然後只要錢進來 他就開始分配 這個要買幾張 這個要買幾張 等於是一攬子嘛 還聽外語什麼 你說這支就好了 我們說這支 這支 這支也是ETF的 八動型的 當然我沒有說 年發科不好 我的意思是說 他被挑出來 就完美了 但是老師當然我賣 我會說 頭信不是一個 ETF不是一間 那你 我講的是 像00929要天天買 你只要有錢他就買 但是別人會賣 所以加減以後 有時候 他買得不夠多以後 他會變成負的 但是大部分都是正的 那正的就是說 那正的就是說 00929買了 或者是其他也又買了 那正的就更多 那你了解嗎 所以 你了解這個東西 我等一下就要講一個觀念 講一個觀念 好 我先講我的股票 大概講幾句 我再跟你講一個觀念 做國平要做差跌 譬如說現在大家都很關心這支國平 今天就大了 我大概跟你講我怎麼做 2.0.5買進 賣一半 最高可以賣2.59 最低可以賣2.54.5 這先躺起來 然後看他會不會再過高點 我們賣一半的態度就跟這個賣一半一樣 1825買賣一半 然後衝出去保留 都不賣 漲停板跌停板我都不賣了 因為那鑽六成了 上來以後賣一半保留 上來以後昨天賣一半 最高可以賣到1725保留 這個也是一樣 上來以後賣一半保留 所以又跌下來呢 沒關係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你賣一半之後 他要漲要跌 不是我能力範圍之內 有的賣了以後又漲 有的賣了以後又跌 跌下來 這時候你要做決定 到底你要全部都賣掉 還是說賣掉了要再把它買回來 比如說我這邊買100張 這邊賣50張 就賺錢賣掉囉 那今天買回來 把他50張再買回來 這個就是價差操作 今天買回來 223.5 廣達 老師大家不是都看壞嗎 看壞是他們家的事情 跟我沒在 隨便人的 我看好 他看壞他看壞 沒關係 我哪裡會去管別人看好還是看壞 我都有自己的看法 你也知道啊 對不對 類似像這樣 那你這樣 我現在講就是說 這三檔新的ATF裡面有兩檔 我為什麼要去講這個 你參加特級硬派報名 我們在佈及那檔股票 很多的投資朋友其實也知道那檔股票 我們的會員今天也都知道哪檔股票 我都已經說明得非常清楚 有兩檔ETF 下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募集 募集後 他就開始要出手去買 按照規定買 他不得不買 因為他已經挑出來了 這跟基本面完全無關 跟籌碼完全無關 跟漲跌完全無關 就是要買 這是規定的 你要聽好清楚 其中有兩檔 必買的其中一檔 一定會買的 而且這一檔股票現在目前都沒有漲 而且市場全面看壞這一檔股票 因為沒有漲就看壞 就像研發課之前沒有漲大家都看壞 現在漲起來大家都看好一樣 都是馬後炮 所以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要來跟我操作這一檔 我們今天會員 有一再的通知買進這檔股票 而且佈局高達兩成 兩成就是一千萬買了兩百萬 一億買了兩千萬 等於是我們這檔股票 是非常重視的一檔股票 你可以利用這個專案 趕快來報名 特級銀牌 揮金北上七八九 股票要還沒有大漲之前 就要出手 就要佈局 就要先買 對不對 你不要漲起來以後再在那邊講老半天 這樣那四星漲起來 要去那三千才在那裡 說什麼 兩元一千塊就在買了 是不是 那你看創意 還沒漲我就一直跟你講 不是這樣子嗎 就漲起來 漲起來我就做什麼動作你也都知道 那現在十月份是整理 你不用想十月份會大漲 絕對不會大漲 十一月因為扣底值的關係 我剛剛已經給你看技術面 那個時候才比較容易大漲 就是十一月份 那你還沒意思嗎 那你十月份要佈局 這兩三個禮拜你要來找我 我帶你先買股票先買好 買好以後十一月份就會衝關 你了解我意思嗎 那交流好友 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下週見 來看見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